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一个全新的2021年 我相信大家其中最期待的一件事情 就是希望疫苗接种的计划可以非常顺利进行 好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回到一个正常的步调 但是如果稍微的看一下新闻平台上的消息 有一些确实很明显它是谣言 但是有一些的这些报道包括一些死亡病例 又或者是施打疫苗之后出现的一些副作用 让人看到了这样子的消息之后就觉得说 打这个疫苗到底安不安全呢 那接下来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消化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解读这些新闻 那当然我们今天就算你一票呢 也会找来一些专家来问问他们的意见 尤其是让市场更加了解疫苗的同时 其实也是希望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能够让大家破除一些迷思 也比较放心的去施打疫苗 所以今天就算你一票就跟你一起来了解一下疫苗的课题 那今天在我们的就差你一票 有的嘉宾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药剂系的高级讲师 那这位讲师呢 他主要就是主修这个疫苗开发 还有免疫学的 我们有廖俊毅博士在我们当中 博士早安 哈喽博士 德财跟夏米早安 你好 是博士先跟你了解一下 因为目前我们看到 这个疫苗的消息确实有很多这些比较负面的 包括我们看到在挪威的部分 有29个人接受了这个疫苗之后就死亡了 以色列的部分呢 有13个人在注射疫苗之后出现轻微的这个面瘫的情况 那在美国呢 更有一些的议员 他原本是注射了这个疫苗 但是没有想到检测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是呈阳性反应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消息确实是非常的多 尤其我们看到这个Pfizer 还有BioNTech所联合研发的这个疫苗呢 多次出现了这些副作用的一些消息 当然它的数量其实是非常的少的 可是我们先聊一聊副作用这一回事 面瘫的这个副作用 它其实是属于正常的吗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解释一下 你们好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问题 面瘫这个副作用呢 其实不只是说打疫苗 其实在于如果是打针之下呢 因为针筒毕竟是比较小嘛 对不对 有时候因为我们所打针进来皮肤 透过皮肤过后就进入了 就是说还没有进入我们的最底线 我们的皮肤下都是精神线比较多嘛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呢这种面瘫或者什么呢 就是因为针筒呢 它就跟那个精神线接触得到 所以才暂时就做到我们的那个部分呢 就有了稍微的一些刺激它 不过这种东西稍微呢 它跟疫苗是其实扯不上什么关系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都是physical effect 所以它都是属于短暂 所以说只要过后稍余 可能几分钟过后呢 不久过后呢 它就慢慢的看个人的 怎么讲身体而定 它就慢慢的少退 其实它跟疫苗是没有 不称为什么是疫苗副作用 有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拿一个很小个东西 或者那么小不小心给东西吃到好 我们都可能有时稍微会有一些这样的 少许的问题的 不是问题啊 其实这是一种过敏的反应 对外来有过敏反应 OK 也就是说其实它跟 比如我们知道的 施打之后出现疼痛啊 红肿啊 痒啊 甚至是有一些人可能会有腹泻疲累的状况 其实这些都是属于施打疫苗之后 它会引起的一个暂时性的反应而已 它不是长期会有的一个负面的副作用 是吧 不是 对 副作用其实呢 你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副作用其实呢 是可以称为是 如果是疫苗 应该是疫苗的反应作用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当初我们的身体是怎么样的 我们身体尽量呢 只能接受自己的东西 因为每个外来物呢 有时候我们会特别的敏感 所以说疫苗毕竟它都是属于一种外来物 我所谓外来物 并不是说好像病毒之类的东西 它是属于一种 它为了要刺激我们的反应 这个叫做免疫反应系统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的免疫系统 当它遇到这个外来物呢 它会认识它 认识它过后就对它有一种的形成了一个抵抗 抵抗它过后其实这种红种或者什么都是一种在免疫抵抗之下 所产生出来的 不过它都是属于暂时性 当它认识了过后 它知道过后 这种的红种都是这种所谓免疫细胞呢 都会随着时间减少 可能就维持24到48小时之内而已 可能可以以这样子来作为一个例子吧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去国外 去到某个国家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马来西亚没有四季的嘛 你去到一个冬季的国家 有可能你不适应 你会水土不服 或者是你的身体有一些症状 也可能我们施打疫苗的时候 是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反应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子 是根据你的体制因人而异 看看会不会发生 但是对于一般的观众来说 他就觉得说 只要我的身体出现不舒服 我就是不敢去打了 我就是不要了 那怎么办呢 对于这些 本来是对疫苗有期待的人 是比如说他是高风险群体 长辈级的人物 可能上了年纪 他们是最容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因为担心自己身体会有不舒服的症状 而拒绝去打的时候 博士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其实我是在于 这个要注射这个疫苗 在于我们是看力和力之间的选择性而已 当然有每个人他们可以选择说要打或者不打 不过你要看力和力 因为现在毕竟都是这个疫情正在蔓延着全世界 对不对 所以说你讲打疫苗 有些人讲说他会有更大的副作用 不过我们看他的副作用是属于正面的副作用 还是属于负面副作用 所谓正面副作用 刚才我所提到的 他就是免疫的反应的副作用 我是觉得说这应该是不是一个很大问题 因为毕竟每 每次疫苗在还没有生产进入市场之前 都是经过了一个很严格的所谓的临床实验 对不对 他有分三个阶级 然后过万人 超过好像打比如Phyzer就用了 至少在第三次临床实验就用了超过4万人 来做这个疫苗的检测 OK 就回答刚才这个加冕给我的问题 就是如果有些人他可能 他们觉得这一身体不适合 实不需要的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说他们应该 如果是真的有这个语问下 他们可以寻求有关医生的一些开解线 对不对 然后千万不要的轻信说 一些小副作用就觉得说不要去打 我们要知道疫苗不是一种药物 它也不是什么审担 也不是说今天打了 明天我们就没事 或者下个礼拜我们就好 疫苗其实它的最有效作用 就是每个人都要接受疫苗 我们才能行为成一个 造成一个我们英文称它为HERD Immunity 就是整体的保护性的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完完全全的把这个病毒给排入体外 现在我们都需要了解 因为很多人都说 为什么病毒会残留在整个我们的人体 残留在整个大环境 其实疫苗基本上这个病毒它已经不 我可以这么讲说 因为很多报道都没有正式的文献是这么说 他们只是一个hypertise 一个猜测 它其实已经存在每个有整体里头 对不对 它不会在属于在一个之前所讲什么来自蝙蝠 所以说尽量我们即使说我们在整个大环境做多少个 disfactant都好 不过它毕竟它已经藏入了在人体 所以说如果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没有对它做出一个很大的反应 就是说不排它一体外 其实这个病毒永远都是不能被解决的这个问题 所以只有唯有通过有效的疫苗 当然安全性是非常重要 我们才能真正把它给解决去 这个病毒 是可能这个副作用的部分要稍微的理清一下 因为我觉得很多施打的朋友们也不想要小题大做 就比如说像我们有提到的面瘫 又或者是肌肉疼痛 这些比较小的症状 那大家可能会知道 那博士你一般上会建议通常到了什么样的副作用 才稍微的需要警惕呢 因为怕等一下可能真的是太过痛 又或者是太过痛苦 那依然还是觉得说 反正就是小副作用而已 所以没有去关注 那博士 严重的副作用 应该要寻求医生的建议的 应该有哪一些需要注意 好 现在如果说打疫苗 其实它凭我们所谓观察到副作用 都是因为都是稍微打着那个部分 就是什么 都是可能有些人 他会稍微的红肿 对不对 他特别敏感 稍微红肿 或者是手上会稍微的痛 或者是有些人打过 他会有隔一天 他在那天或者隔一天会有轻微的发烧 这种的都是属于疫苗的普通的一种反应 因为他刺激了免疫系统 当然如果有这些人 他是有特别敏感的 特别敏感就是说他对药物有特别敏感的 这群人他继续我觉得他们必须去询问医生先 拿取他们的医生的一个专业的那方面的询问先 不然的话 因为毕竟疫苗里面 他有的东西跟其实有些药物 他并没有药物那么复杂 其实他只是一种糖分 盐分或者是有一种 好像现在我们用着这个肺炎疫苗 他是有一种PG 我们是有性的一个部分 因为他拿来包着那个MRNA的嘛 所以说这个PG有些人他会特别敏感 不过这PG不是很特别东西 他在有什么的食物什么里头都有的 对就是这么样 就好像有些人他特别对吃虾会敏感 就是不好吃虾 不过当然如果是没有选择这些还是需要保护呢 好像刚刚WHO CDC他们都有解释说 医院其实他们都建议说会特别准备一些 那种对敏感的解药 不过当然如果超级敏感的 会导致好像过于敏感 好像有些人去传 那种我建议应该得到医生的批准线 才可以去注射疫苗 那如果是有家族的一些疾病的呢 比如说可能他的家里面有遗传性的像糖尿病也好 心脏病也好 你建议他们去施打这个疫苗吗 其实这个疫苗在于他们施打的时候 虽然说在这个临床时代大部分他们所用的群组 就是来自比较健康型的背景 就是说他们没有去不过当然一部分里面 他们都是有一些这样家庭的这种这种病情的 好像刚才嘉宾所提到的一些好像心脏病之类的 所以说他们疫苗有讲说 好像说第一次第一个的打是给Fran Reiner 而第二组打的就是要主攻这种有这种特别疾病的 或者是有家庭疾病的人物先的 当然我还是那句因为毕竟如果是有如果是本身自己没有事 我是觉得是还好 若是因为他有家庭他是有history record的 或者是之前他们有这种遗传的 我是说还好不过如果他们现在正是有这种疾病的 当然他们一定是要得到询问医生先才比较安全 其实还是那句因为疫苗它本身它是 它最主要的是它是刺激免疫系统 然后它所谓最大的副作用是对于那种超级有过于敏感的人而已 就是那种有些不只说疫苗 他可能吃些食物都会敏感 被一个蚊虫叮也会敏感 那种人是要特别小心 是总的来说我们的疫苗接下来它的相关的资讯跟详情将会越来越透明化 那之后疫苗的供应慢慢的来到我们马来西亚的时候 相信我们所有的医师还有专家们应该会更加的了解 如果你真的是有任何的疑虑的话 不要去听信一些在外面的谣言 又或者是自己去解读这些讯息 可以询问我们专业的这些医师们 他们就会给你正确的一些答案了 待会回来我们也稍微的关注一下疫苗的技术的部分 因为现在依然还是有一些的谣言认为说 如果这个mRNA听起来好像DNA打进我的身体的时候 会不会改变我的DNA基因呢 又或者是有一些阴谋论认为说 把这个小小的芯片放进这个疫苗里面 可能是注射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了之后 有这样子的一些其他的阴谋在背后 待会我们都请我们的廖博士来为我们稍微的解答一下 说到我们现在用的这种Moderna 又或者是Pfizer BioNTech的这种疫苗呢 接下来相信陆陆续续都会进入到各国的市场 包括我们马来西亚也会收到相关的供应 他们所使用的这种疫苗技术呢 是全新的技术叫做MRNA 那廖博士你怎么看这个全新的技术呢 可靠性高吗 因为你自己本身是主修这个疫苗研究吗 因为他从来没有在任何的疫苗上使用过 那一使用他就大规模的在全球使用 你觉得他的可靠性大概在哪里 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 其实这个MRNA vaccine呢 虽然说他是在临床上 就是说在人体他还没有一个正式疫苗 就是说不过因为时间上的关系还有什么呢 他没有办法 也不是没有办法 他选择之下呢 MRNA vaccine其实是属于最有效 还有最容易被生产的 这是第一个他们所注意的 因为相比之下 那你如果你要用以旧式的疫苗或者传统性的疫苗来生产盘 那个真的用了很多时间对不对 因为还有人物资源的全部都考量之内 然后最主要我们先讲他可靠性安全性 其实MRNA vaccine这个东西呢 他是在1990年的时候已经被研发出来的 当时是在Pansylvania大学 也就是他今天的研究的专家 他已经成为Moderna的其中一个大老板 对不对 就是这疫苗公司的 所以当初他们研究出来的时候呢 他们就那时候发现到 我们都要知道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 我们人体那样免疫系统真的是很 对外来物真的很敏感的 其实一个稍微外面的花粉我们都会detect到 所以你看有些人这么一大早起来 可能伤风或者什么 其实有时候就是因为一些灰尘 或者进入我们的鼻孔里头 他一动到我们就给他排出去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基本的免疫系统 当然这个MRNA呢 都是在好像这个病毒 我不讲原先 我先讲这COVID病毒先 这个就是这次SARS病毒 他其实他都是属于RNA virus 一种RNA型的病毒 他进来了人体过后 他就先把他RNA注射进我们的细胞里头 然后呢 借用我们的这个我们人体里以内的这个 我们的我们所谓的Machinery 就我们里面的那个结构 把它来生产它 它所需要的蛋白质 而这个MRNA其实正就是 既用这个什么的病毒所利用的这个mechanism 然后过后用我们的身体来生产这个蛋白质 然后这蛋白质呢就来带信息给我们的免疫系统 好让我们免疫系统能给我们一个认识它 然后将来如果是有相似的 就是说这个Virus的这个病毒的进攻的时候 我们才能采取更加有效的抵抗 所以说基本上这MRNA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技术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他在之前的时候呢 他在就是说还没有真正进入人体临床实验的时候 已经做了很多不同的实验就在于 动物上的有猴子还有什么 他们是针对 就海外人做最多就是这个伤风感冒 就是Fluvirus Zika Evola其实当初也是有用这个平台 Evola就是说他们都很有效 为什么这次他们会有 其实这个技术有30年的历史 所以在之前没有人要用 因为疫苗 他讲这一句 中药剂公司他们都是看于投资的什么 因为你要生产一个疫苗 讲证你可能要用一个10年时间 你才能看到他的结果 所以MRNA当初的时候呢 这他的结果很好 不过因为当初人家都是觉得说 我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对于好像Fluvirus 这样我们就用回传统型了 当然这次因为受到政府的鼓励 有资金 然后又有雄厚的团队 因为又有很好的技术在那边 所以他MRNA vaccine在设置呢 就在实际上他生产时间很短 然后他有效还有他安全性很高 所以他就大大的被鼓励推出来这个市场用了 所以说很特别的 因为他们当初 我们WHO都是讲说 有50%的efficacy 就是有效率已经能接受 不过这MRNA vaccine来自Fizzer和Moderna 他们都达到95%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很鼓励性的结果 就是说从安全性还有有效性 他们都是属于很不错的 OK 廖博士 其实刚刚你提到的内容都是很多大众 现在普遍上你在问他 你会不会施打疫苗的时候 他会提出他的观点的一些 包括你刚刚提到 这个疫苗他其实生产的时间是很长的 也可能要经过好几个阶段 大概是三个阶段的时间 才可以研发一个成功的疫苗 那现在这款COVID-19的疫苗 那么快速的时间研发出来 大家是在质疑他的安全性的部分 他到底有多高 所以现在的数据 对于很多民众来说是冷冰冰的 你跟我讲90% 但是我自己看到的可能是 比如说一栋楼 他可能花三年的时间才可以盖好 但是你跟我说一年就盖的好 我会担心这个楼会倒下来 那你要怎么跟他们说 好 这个东西其实要从多方面来讲 因为为什么这次那么快呢 其实之前时候有很多人的怀疑 我们第一要知道 好像刚才我提到 这个MRN的技术 它不是新的技术 它已经有了30年至少的技术 第二呢 讲到最后70钱 因为之前很多疫苗呢 不是说他做不到 不是说他短时间干不到 就是整个市场没有人要投钱 好像我们就打个比资 当初Zika发生的时候 它可能只是发生于一个非洲的小国之类之类 然后就没有受到一个世界上的注意 有投钱 不过他所投的钱 不想这COVID 人家关注那么大 第一就是用钱 就是因为你研究你需要经费吗 你要给钱啊 你要买东西啊什么的 就是我们简单来讲就是经费啦 第二呢 为什么它那么快呢 其实它因为我们要谢谢 就是我们有之前有了SARS-CoV-1 就是在20年前 左右20年在香港所发生的第一种 其实它已经给了很多 我们的所谓的科学家 一个很大的数据 所以在那时候呢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研发了很多这个疫苗的发展 只是它没有那么快 因为它有面对很多阻碍 就是说第一病情没了 然后钱的波宽也开始减少了 这种投资的 所以说他们就比较慢 然后SARS过后呢 我们在10年前左右 所以在中东又有一个K就是MERS 中东 所以这种的数据其实呢 无形中的它已经 打了我们很多这种应该在 Covid研究的原本 可能你要用个五年时间 你跟它拉缩短了 可能五个月你就做完了 这种数据对科学家是很非常重要的 因为已经简短了嘛 再加上现在有一些我们所讲的 好像我们的技术上呢 已经研发很好的技术 叫做Big Data Big Data就是大数据 所以大数据是这个M 你知道吗 当这个在2019年年尾11月时候 在中国武汉那边发生的时候 他们就去做了一个RNVIRUS的数据 不是说它序列出来 就是RNSEQ 他们就把它找到了整个序列出来 整个序列找到过 其实基本上人类不在 像以往的再去慢慢的栽培 去实验室要去栽培这种新的病毒 不过他们只靠这序列 已经知道哪一段 然后他们M的Vaccine 就来自去读它的那段 所以来自直接研究出来 对 然后第三个point最主要的 除了刚才我讲金钱投资 然后第二点数据 第三段就是 因为这个病毒它是 弄到全球嘛 所以它在临床实验 它一发出来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去做自愿的 去做临床的对象 就临床实验 就好像说最近 你们看到我们的马来西亚 都是刚刚引进一批 从中国来自的 那新的发生的疫苗 对不对 而我们说 你看他当初讲要找一个3000人 他好像不到一个礼拜 3000人已经找了 因为很多人都希望说 能快快找到解药 来抗拒这个疫苗 然后很快的 我们才能把这个病毒 给解决去 这个问题 不知道我们的经济怎么走呢 对不对 然后你其实如果有了 我去做临床实验 我就打了疫苗 其实我本身都是安全了嘛 就是这样 不是安全 就是你本身已经有了一个保护 可以讲说 对一个你群体社会 你群体的家人 你有了一个保护 你也不要安心嘛 就是怎么样 所以它快呢 就是那么简单嘛 不是说因为 他们做一个长文缩短 或者是有透过减料 没有任何 因为他的最主要的 就是他在那个临床实验的时候 三个临床实验 他还是依着那个原本的SOB走 那个是不可以减短的 那部分 是 所以简单来说 就是在各方面的这个配合 还有在努力之下 这个一年 把这个疫苗都研发出来 甚至分发出来 其实它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只要大家如果可以配合的话 那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要问廖博士的 就是有关于一些阴谋论 可能有一些人觉得说 新科技 那我没有办法信得过 有一些人就觉得说 有一些大企业 可能就把这个芯片 微芯片放在疫苗里面 注射进人的身体里面的时候 接下来可能就是操控的时代了 那 廖博士 你针对这一点 你觉得说 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会高吗 在疫苗的研发上 真的有办法做到这样子吗 其实 今天目前就算说 我们目前技术 好像在生物科技里头 有很多不同技术 包括好像有些CRISPR技术 真的 它能在实验上改 改制我们的DNA 不过整体上 你要利用它来改 一个好像人体里头的 还是需要 不是很简单 很复杂 然后OK 我不讲科技 再加上 因为很多重音 无论讲说他们能放进疫苗里头来改进人体的DNA 我觉得说 你目前今天技术是办不到 因为也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要也知道 我们的DNA它是 它是尼藏在我们的细胞里头的最后一颗的 它受到很多层的保护性了 你要有一个东西进到来改变DNA首先是不简单 因为好像这个MRNA其实它就和谁好像我今天来讲它就是大家你有你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的为什么这么讲呢 其实它是这样的 我们的DNA是我们的主要的所有我们的基因的讯息都是储藏在里头 然后这个DNA它是需要一个过程把它转为MRNA就进入了我们的细胞然后你知道它是在里面一个很很微小的我们讲Nucleus Bowser的它就把这个MRNA放进去的 我们的细胞然后再从MRNA变成了protein这蛋白这蛋白才排出那个细胞体外对不对所以是MRNA要接触到DNA的可能性都很低了怎么 然后我不懂说它所谓阴谋论要怎么讲把那个芯片放进MRNA再来进入那个DNA那边其实如果是有这个技术我都想学起了 我觉得大家看电影看太多了就是每个画面都是放进去之后那个人马上就是被他操控或者是他DNA出发 出现突变目前为止刚刚博士也解释的很清楚了就是暂时还没有这样子所谓更加先进的技术 你想要看的话去看电影还是有电影里面还是有 我们不能排除讲可能50年后或者100年后今天可能会有这技术 不过毕竟在这种时候我是觉得这种阴谋论应该大家 所以我们要跟着一个正面或者真正的文献或者是看真正的官方网站来看数据 而不要轻心去看这种阴谋论因为有时候是觉得说这种阴谋论的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会把这种想象的那么的美满 其实刚才嘉宁和德才讲的对于这种东西其实拍成电影其实很好看的 因为有一种想象力 科幻 科幻 真的很科幻 所以说在这种时候其实不要再加重民众的那种忧心 因为还是那句疫苗其实生产出来 科学家也是放了很多时间 有时候甚至每个人都有他们家庭要去付出对不对 所以放了很多时间 他们主要做出来的其实只是要为了一个世界 为了大众对不对 我们注射这疫苗其实也不是说注射过后是当初他这个药物就说尽打明天好 没有的 我们是需要群体的 它才会有效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要转发一些相关的讯息的时候呢 记得要再三的求证 不然的话呢 搞不好你的一个传发就让我们整个国家 甚至是全世界的这个疫苗这种计划越来越拖慢了 待会回来让我们稍微的关注一下马来西亚的疫苗计划到底有什么样的进展呢 在我国可以使用的这些疫苗呢 基本上都必须要通过一个单位 也就是叫做NPRA 是必须要经过NPRA的审核 还有批准才能够在全国各个地区使用的 那廖博士 接下来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本身对于NPRA的这个了解到底有多少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民众可能会觉得说 如果FDA那边都已经是批准了 难道我们NPRA会不批准吗 很多人不明白NPRA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当中程序有哪一些让我们的人民可以感觉到非常的心安的 廖博士可不可以在这方面给我们更多理解 NPRA其实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称为National Pharmaceutical Regulatory Agency 就是基本上它就是做种检验每一个新的药物或者是新的一个 我是讲药物啦 要进来马来西亚要注册之前 它都需要需要NPRA的检验了 其中呢 或者是英语我们有时候叫做Legulatory Affair 就是它需要去检验它所进来的产品呢 是不是真正第一有经过了一个临床实验或者什么 然后它是不是他们每个给的数据跟他们厂商 还有全部数据是不是大家都能用和配合 这是非常重要的 基本上它主要的 它主要的任务呢 它就是要确保它的安全性 确保它的有效性 确保它的 怎么讲就是它的Quality 就是它是属于它的品质 所以它引进品质是要一定 这三者是它非常注重的 为什么这样的 其实马来西亚的NPRA就是 在于这个卫生举项的MOH 它是属于非常一个 受到研制管制的 因为它管制所有重要物啊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它要说确保进来药物 我们每个国民我们都用了 都是安全性的 你不会担心的 所以当初这个NPRA 它都有得过WHO的认同 就是它得到一个认同说 我们马来西亚的NPRA是有符合WHO 所要求的东西 我们都有配合它玩 所以我们要对NPRA特别有信心 为什么有时候 我都有看一些报导 我们都讲说 哎呀马来西亚的这么其他国家的开始注射疫苗 NPRA 还在那边 还慢慢开 其实不能讲它慢通 第一 它有给一个限制时间 虽然说它讲 有些它讲它给一个60天 这是它的 maximum 60天 不过如果你的数据拿的越快完 他们评审其实几天就能做完了 所以它就能更快的做出决定 然后它这么做呢 其实就是为了安全性 毕竟我们这么看 你要知道 当一个药物引进来后 它开始注射过后呢 我们不能好像按电脑 undo 一个undo就是什么东西就没有做过 不能 所以说它NPRA 它我们 我们 只有一次机会 NPRA呢 它的最主要目标呢就是 就是要注意它的安全性 确保我们每个国民 引用了这种疫苗 过后呢 每个人都是属于安全的 所以NPRA跟这个卫生部呢 它们都配合的很好 就是说 它们要再看 在等这疫苗引进来之前呢 我们都还正在 就是为什么都正在观察着呢 外国人所用的数据 就是说我们这个三个阶段的 临床实验用完了 进入了这个市场 市场疫苗的阶段 我们这个卫生局 他们还有在观察看 他们的有效 他们有效的成果是怎么样 所以他们花那么长的时间 你觉得也是合理的 比如说卫生总监告诉我们 可能要长达90天 这样子才可以确定这个疫苗 可不可以分发到市场 其实真的是需要这个长时段 来让他们做测试的 其实不需长达90天 只是一个它的过程的时间而已 所谓卫生总监他所提到呢 其实我们只是需要 说更多时间来看看它在市场 其实我们这卫生总监做事 做事很小心翼翼 应该是讲卫生局 要小心翼翼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新的压务 所以说马来西亚的 这个医疗服务团呢 其实在国际上是真的不是 是挺有名的 因为我们的那个小心翼翼 处理这种新的药物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毕竟它是在海外设计的一个药物 我们虽然说它的临床实验是在海外做 做了不过做了很多有亚洲的 有南美洲 北美洲这么做 毕竟马来西亚的 我们还没有一个正式临床实验的基础在这里 所以说我们要慢慢的看 其实这我觉得是没有错的 因为好像刚才我提到的 疫苗虽然说你越早用 有些人讲越好 不过它病气不是药物吗 所以说如果你看了它安全性 就打比如可能这个2月 3月它引进来了 它一批一批先打 所以你从10%打到20%到50%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慢慢的可能在一年时间里面 你就能把整个的疫情给控制下来的 我们对对对 还有就是一个问题是我觉得也要让听众更加清楚的 因为普遍上大家会在想说打这个疫苗到底要多长的时间 很多的报道或者是分析人士他们告诉我们的是 打一剂是肯定不够的 就是打了一剂之后你可能21天之后你要打第二剂 那是不是两剂之后就完成了施打疫苗的程序 还是接下来还有更多 没有了 如果他在临床的时候 如果他已经讲了两剂就是跟着两剂 为什么需要打两剂呢 其实第一剂我们就称它为briming 就是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去证实它 不过因为第一剂基本上它都不是 它不能完全性的激发我们的免疫的 我们所谓的记忆体 所以说我们需要好像我们的 我就讲抗题好 可能你打第一剂可能两个礼拜后它激发了 不过两个礼拜后 两个礼拜里头它激发 两个礼拜后它开始慢慢一组下坡了 所以就好像牌子它需要在三个礼拜后再打第二剂 所以第二剂过后它就会促进我们的身体 产生了更好的对疫苗的记忆体 所以对那种将来如果有 将来有真的有怎么讲病毒侵犯人体的时候 它就能采取了一个体抗的能力 对 廖博士本身就是主修这个疫苗开发 还有免疫学的吧 那廖博士你本身觉得说我们马来西亚在 这个疫苗施打跟接种计划 甚至是疫苗研究上有哪一些是我们应该要特别的注意 然后应该要特别的加强的呢 其实上我觉得说现在最主要的呢 基本上每个部门在马来西亚都做得是不错 包括好像最主要我要提到这叫做MOH 还有说Mosti就是马来西亚这个科学环境部 它们都很积极给予一些正面的消息 然后我是觉得说讯息第一个就是资讯或者讯息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因为我们现在讯息都很容易 从Facebook从Greter那里都可以看到 不过有些人好像刚才德财和嘉敏提到的一些阴谋论 所以说有些人他会担心是因为他所看到阴谋论 就觉得说疫苗打来会有这个的附作 那么严重性的 这是我们需要改进的 我们毕竟不能讲说打疫苗不会有附作 不过它的附作基本上都是很微妙 是很小的而不是那种很危险性的 好像我讲如果是危险性的就要跟 所谓危险性就要好像过敏症的 就一定要跟询问医生先 然后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 我觉得讯息是这个很重要的东西先 第二点就是马来西亚一定要对疫苗有信心先 因为还是那种想法 只要有群体的免疫抵抗 我们才能真正的抵抗这个病毒 我就讲一个很简单的很简单 就给我30秒时间跟你讲 我们还有听过这个天花病毒 对不对 天花病毒是在早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 就早在100年前或者50年前 其实也是跟这个一样 它也是一个pandemic 对于全世界也是一个很严重的 它死亡率高去到30% 所以说当初如果不是有通过那时候 我们叫做接种牛痘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疫苗是来自牛的 对不对 而不是来自牛 是来自牛的一个牛痘 所以它是接种到整体 后来才改名为疫苗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疫苗之下 你想看我们今天还会有 这个天花还不能解决 当然还有这种百日咳 或者是百猴症 我们天天还是会有 在这种迷蒙之下 就是很危险 所以多多谢谢疫苗 我们才能今天 大家的安全安全 安安心心的 大家能接触到 所以当然我觉得说要呼吁大众 也不要对我们要对疫苗存有信心 也不要说这个是新的疫苗 或者我们特别的一些 对它有特别的一些放心 对不对 就是这么样子 它毕竟都是我觉得经过临床实验 再加上有我们马来西安PRA的一些 检验过后 大家应该是要可以放心的去结束它 嗯明白 我觉得刚刚博士分享的一句话非常的好 就是我们的科学家非常辛苦的 就是研发了这些的疫苗 我们的政府也非常的辛苦 就是从Pfizer那边争取到 非常有限的这些疫苗 我们的医护人员也不断的站在前线 为我们进行服务 可是如果大家在接受这些错误的讯息 又广泛的就是发给身边的人的话 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很多人 所付出的这些努力 还真的是辜负了他们的心意 对 接下来如果这个政府有需要大家的配合 那我们真的是要做好自己的这个本分了 今天非常谢谢由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 药剂系高级讲师 他是主修疫苗开发 还有免疫学的廖俊毅博士 在我们当中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 谢谢你廖博士 谢谢德财 谢谢大家 谢谢 再见 好 博士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是关于接种疫苗之后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的 你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听众 因为有些人会担心说接种疫苗之后 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我要特别留意的 还是什么的 其实接种疫苗 好像我这种所谓讲 这疫苗它并不是什么病毒之类的东西 它只是属于一个针对这个病毒的一种的外来物 所以接种疫苗 其实如果是有少于觉得好像有手疼 就可能暂时先休息一天先 然后就什么我觉得吃喝方面 还是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多喝一些水让自己身体 给予一些不要那么的承受 因为有些人可能怕打枕或者之内 所以休息多一点喝多一些排开水 让自己的身体慢慢的冷静下来 其实我是觉得说 好像我之前我都接种疫苗 好像我打全疫苗什么 我不觉得我都没有觉得什么样东西 就是我都觉得它是只是一支针而已 打进去就这么样子了 所以当然就是不要太stress 就是说可能接种过后 有些人觉得他可能有手稍微疼痛 或什么就可能申请一篇MC 这样留在家休息前 这是重点 此而方面我觉得说是没有什么 就跟着平时这样这么样而已 希望今天的节目有解答到更多人的迷思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也希望说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环境 因为现在普遍上在网络上 大家都在抨击媒体 你们就是用标题来吓这些大众 害他们不敢打赢 我们也希望说媒体不是每个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就是要把关这一块 希望也可以让更多大众接收到正确的讯息 然后不要把这些谣言 或者是刚刚廖博士提到的这些阴谋论 一直在流传下去 不然的话我们就很难达到 所谓的70%的群体免疫 那肯定会比他国家经济 或者是说整个疫情受控的表现 相对来说速度会更慢一点点了 谢谢廖博士 谢谢